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6月25日下午1點半 股市收盤了 剛剛錄完了一個洛洛等的活動 新的半神魔英雄這兩隻 獲得一些資源 目前我的上股解剖 我已經抽到了一個金家的進位 但是我打算給女王吃掉 因為我要讓女王變成最強 女王開專武 其實對戰鬥也很有幫助 因為專武的話可以進一步 提升他的大招威力 所以我目前前排我是上末日進位 如果沒有末日進位的話 沒關係我可能擺個光盾 光盾比較弱一點 應該是女騎士 畢竟他是金色 沒關係我們先用進位 先試一下推這一關 看看升級後跟沒有升級後的效果 這是我的陣容 原先的陣容 有一個進位 金家的進位應該還算不錯吧 還是死去喔 然後女王開大招 這樣子 稍微有升一下這個裝備的數值喔 好 控一下場 唉唷可以喔可以喔 看這幾天稍微提升一下數值 這個 應該 又可以再推幾關喔 其實蠻危險的 好過關 這是幾隻幾阿 這個是 十之十九 好這十之二十 十之二十應該是一個難點 因為是四倍數的關卡 看一下喔 哎唷死靈進位還算蠻扛得住的嘛 好女王開大 蝴蝶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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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靈進位我其實有點捨不得吃耶 但是沒辦法齁 前期欠資源 好 這樣過關了 然後會有一個劇情喔 會有一小段劇情 好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可是我覺得該吃還是要吃喔 好我決定還是把它吃掉了 然後剛剛女王的傷害大概就那個樣子吧 OK吃掉了喔 拜拜 拜拜 那上紅色就可以開專武囉 然後攻擊力再提升 好 普斯吃掉就吃掉 他現在還 還不需要齁 他是到後面才會搶 但是沒關係前期我們是欠資源喔 升上去了 欸專武打開了 解鎖了齁 喔 要你買喔 現在沒有這個魔法福斯 可是 對啊一開始怎麼獲得 是不是 是不是集市會出現啊 呃 要刷新嗎 沒有 我們明天再來看好了齁 所以不知道這個福斯什麼時候會出現喔 因為現在我也開不了專武啊 來看一下女王 我的女王 對這個需要20個福斯齁 這個跟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劍眼珍一樣齁 就是應該是升級福斯的數量是一樣的齁 所謂的這個銀專武 那 嗯 集市不知道是明天會開始賣喔 公會商店有沒有 啊 可能要明天才知道齁 可是我現在不想刷欸 因為刷了好 好浪費錢喔 那就 那就再等一下好了齁 影片就先這個樣子好了 那既然我的普斯已經被吃掉了 所以說 他的裝備我覺得給女騎士吧齁 那 欸 女騎士怎麼變一級了 啊 因為他在水晶上面啊對不對 啊 他在噴泉連結 等一下 他是金色的 呃 怎麼變你了 呃 女騎士 等一下 可以可以你是金色的可以 那我覺得靈暴騎手 靈暴騎手 靈暴騎手下去吧 女騎士的話 欸怎麼樣換人啊 呃 我要把靈暴騎手換下去 繼續提升我們的等級 他 他自動選擇的是這個陰森女王欸 那也可以啦 陰森女王 我看一下陰森女王跟這個 跟這個帝國神義誰比較容易生喔 帝國神義是兩隻嗎 那陰森女王的話 欸有機會金家 好好好 那我就升陰森女王好了 我用他來拉大家的等級 直接升到120級 這是後來傾家的功能 那這個 這個我先留著 然後不要穿裝備 好 這樣子大家都一百二 大家都已經一百二十級了 然後 他的裝備就給他吧 普斯的話已經被吃掉了 所以裝備應該已經卸下來了 然後女王這邊 然後升級 女王霸權喔 這個 升上去 我的進階水晶全部都給女王 繼續給他升 哇 超級貴 錢也沒了 好 那我這樣升上去之後呢 我就讓這個帝國神義 當作是我的坦吧 因為他會衝出去嘛 有我在 大家不需要害怕 拖掉拖掉拖掉 就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這個艾蒙的話 我是用他來打這個公會王喔 好 我們來試試看齁 帝國神義 加上紅色的 雖然說還沒開裝武啦 開裝武之後呢 他在打單體之後就會更強喔 哇 帝國神義撐不住 但是我的女王已經撐到紅階了 紅階再加上一百四十一級突破 哇 我被控住了是不是 怎麼大招開不出來 蝴蝶控一下 對啦 剛剛有人控我大招了 好來 殺傷力有沒有變強 零爆起手 降防禦力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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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對面吃到女王的大招 你看那個血 狂掉 補都補不回來 OK 好 五超神 再繼續 好 這影片暫時不會上傳 我們等到明天 看看是不是當你開了第一隻紅色角色之後 商店就會開始賣這個魔法浮石喔 升專武的這個材料 一樣喔 我們就是繼續灌給這個女王 然後不要灌到專三十喔 專三十要留給另外一個神角色 現在還沒出 聖耀帝國的羅外 那 以目前來說呢 我覺得女王灌到專二十就好了 就是銀專武升到加十 然後金專武升到加二十這樣子 帝國神義看來是撐不住耶 還是要換賽庫爾 因為獅子至少可以鎖血四秒鐘 喔 這個吸血伯爵很討厭耶 他的大招無敵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還可以吸血 自己血回回來 好 但是沒辦法 然後同樣是上古脅迫 還是我們的女王是 是 是真正的王者 然後再繼續殺 其他人死掉沒關係 我們女王一個人就是一殺我 好 女王開大 開第一次大 你看他那個血量狂減喔 哇 又來又來 又躲起來拖台銜 喔 來這一招 你看蝴蝶開大招 結果他還是躲掉 好 這樣輕鬆又推了四關喔 所以應該又可以推好多關吧 好 那麼影片先這樣子喔 然後等到明天這個 這個 商店更新之後呢 看看會不會出現這個銀色的專武 OK 好 那影片先這樣子囉 掰掰 OK 不知不覺我已經過了這個第十章了 然後我的角色就是這個樣子 有一個 140級的 這個女王 那我本來影片是想要等到 本來是想要等到這個明天再錄 看可不可以獲得這個 魔法符石嗎 這個東西 對 魔法符石 那這個是可以幫專武提升等級 然後等級越高 他會需要的這個符石越多 那1到10級是用魔法符石 然後11到20又會有新的符石喔 那再見遠征的話 我們會叫做銀專武金專武 這個樣子 那最後面最難的就是21到30的紅專武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就是慢慢來齁 然後 如果是以女王來說呢 他開到這個專武20就很好用了 那專武20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英雄的圖鑑喔 然後我們點這個女王齁 這個地方 好 這個東西齁 加10齁 剛開始開啟專武就會有效果了 然後加10加20加30都會有提升效果 那這個就是說 當場上的敵人如果是123的話呢 這個傷害會提升 也就是說敵人越少傷害會越高齁 比如說加20 如果說場上只剩下一個點的話 那他的傷害會增加36% 所以說呢 實在是沒有必要說加30齁 加30只是為了多提升那個12% 其實這個意義不大喔 然後女王當你升到專20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 他就已經算是到達了 怎麼講呢 中期的巔峰了 所以說 在接下來呢 女王就差不多要換其他的這個陣容了 所以我覺得他女王是前期的神沒有錯齁 那當然是專武只要提升到20就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11張喔 然後 第10張也過了 來領一下吧 哇 又是一個光法喔 你看這個光法多好升 欸 領一下喔 然後10-24 哇 這個一路我都沒有領齁 現在只要推40關齁 到後面要一次推60關 超級多的 好 然後領了很多東西齁 領了很多資源 然後來升一下 欸 光法我可以升到金家嗎 看一下喔 光法是前面算是蠻好升的 欸 可以齁 但是呢這個金家的光法我會吃掉喔 未來我會吃掉 現在 我金家的光法 我會把它當作是這個 拉我水晶 拉我這個噴泉等級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去提升他等級 那但是呢 欸 光盾練上來了 然後光盾要上紅 必須要吃一個金家嘛 那如果說我的這個肥料不夠的話 我會把光法吃掉 因為那個光法我覺得 現在主要只是用在這個哥布林高桑喔 然後 欸 可能啊 可能這個通天塔之後如果說推出這個聖耀帝國的通天塔 他可能上得去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先讓這個光盾練到最強比較重要 當然後面還有其他兩隻角色 那個現在還沒出喔 現在才剛出這個神魔角色嘛 對不對 第一隻神魔角色 所以沒關係齁 慢慢來慢慢來 只是說 我對光法的評價就是 我會把它定義為肥料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女王升上去之後 推這些關卡都很快喔 好 那我們就來先抽一下吧 看看今天的種族抽是什麼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亡靈吧 欸 上古脅迫喔 欸 上古脅迫的話 想一下喔 上古脅迫的話 嗯 好 繼續抽齁 我的女王已經是紅色了 然後我把我的那個 什麼什麼死靈禁衛吃掉了 那接下來我還是需要肥料 那就繼續抽吧 好 抽喔 抽一些藍色的肥料 欸 喔 死靈禁衛又來了 他真的跟我很有緣喔 滿心齁 來多少吃多少 死靈禁衛的這個功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來看一下集市喔 欸 遣散商店齁 又累積了1萬8了 好 那就再買一顆這個 這個紫石吧 看會開出什麼東西喔 紫石也是有機會開出神魔角色喔 不過這個機率非常非常低啦 欸 好 哇 這個是 善亞帝國的肥料 好 這個超超級多的這個女巫 沒關係齁 這女巫就慢慢來 好 那這邊抽完了呢 我們再抽這個酒館的普通抽齁 普通抽的話呢 我現在鑽石夠齁 3800還夠 我們就直接抽吧 這個就孟子已經亂抽了 好 抽一下 登登登登登 哇 全部都是藍色的齁 OK 好 不騎不帶沒有傷害喔 來 我們生一下肥料 把肥料生一生 好 生一下 來 這個是 綠色的 然後 紫色的 好 沒什麼東西喔 那接下來的話 女王還需要 一個金家的肥料 吃下去之後呢 女王會變紅家 紅家再吃四個自己 就會變成這個 白色齁 白色就是最終極的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 白色再吃兩個自己 變成一星 再吃兩個自己 變成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最高就是白色五星齁 那 沒安心齁 反正現在就是全力培養女王這樣子 來看一下活動齁 欸 活動的話 這個早上路過 所以說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樣的陣容呢 我們推一下 十一之一齁 欸 這邊有個劇情 好 剛剛隨便升一下齁 看看這樣子打十一之一效果是如何 反正能推多少推多少嘛 這樣子可以提升一點這個 怎麼講 掛機的這個 呃 支援 那另外啊 因為新開了這個 呃 呃 成風之敬的那一個真理之門 所以說我獲得了 獲得了那個神器 法曼的見證是不是 那我當然是給這個 這個女王裝備喔 這樣子他的開大招才會比較快喔 至於說爆擊的那個神器的話 我就給這個零爆起手 好看起來是還蠻順的齁 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基本上還是女王無雙喔 你看女王這個法師 只要夠硬他正在前排都沒什麼問題喔 而且他站在前排啊 除了夠坦之外 他自己可以吸血 那被打也會 也會讓自己這個能量累積嘛 所以說他站在前排啊 這個只要坦得住呢 對不對 別人打他幫他這個增加能量 然後他自己又可以吸血 哇這個是非常萬用的這個神器角色喔 好 然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OK沒關係喔 那這個等到明天呢 我們再看看說 這個當我上紅色角色之後呢 公會商店還是這個一般商店 會不會出現這個魔法符石喔 我現在需要魔法符石 把這個女王的這個裝武開啟 因為並不是說 上紅色就會有這個裝武的效果 你必須要花魔法符石去開啟喔 但是你連一隻紅色角色都沒有 好像魔法符石還不會出現在商店齁 那所以說呢 我今天我把這個女王上了紅色 那明天早上再看看商店 會不會出現這個魔法符石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也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就錄完這一關好了 哇哇哇那女王死掉了 好糗好糗好糗 沒關係喔 反正就是重刷一下 好這一關獲勝之後 我們再把影片結束吧 要錄一個漂亮的結尾喔 唉呦女王痛喔 叫叫叫蝴蝶開個大招 幫女王控一下場吧 唉呦女王兩次開大了齁 這個超級強喔 控一下 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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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第三次大 喔五超神喔 好謝謝大家掰掰